農曆新年期间 浙江贫湖独山港村村民堵路抗议 当地两家企业常年排放废气和废水 要求政府关闭肇事工厂 却遭到公安镇压 据村民发到网上的消息称 独山港镇小樱头附近的两家污染厂德里西和造纸厂 白天排放 带黑色颗粒的白烟 夜晚冒的是黑烟 其中德里系垃圾发电厂 每天燃烧垃圾 黑烟滚滚 居民不能开窗 平时臭气熏天 无新鲜空气 严重影响 居住在附近的民众生活与健康 2月9日及10日 海丰村及小樱头村等地的村民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堵路抗议要求政府关闭排污企业 但遭到特警殴打及抓捕 多人受伤 11人被抓 当地居民陈女士10号告诉本台记者 当地的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是 是 记者就此致电独山港派出所查询被捕村民的情况 问一下 昨天抓的几个抗疫污染的村民放了没有 村民没有 在这边了 应该已经回去了 是谁在负责这件事 真政府还是谁 现在我不清楚 他们抗疫几天了 这个就这两天吧 你要问的话直接去那边 那边他们那个人 帮助人去 村民发帖称 肇市的垃圾发电厂 污染环境已有七八年 政府早在2007年就说要拆迁污染企业 但至今没有动作污染导致当地的孩子体质较正常年龄的差 患癌症几率大增 记者致电当地环保局办公室但无人接听 村民希望中央一级的媒体前往当地调查报道污染情况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